大家好,今天是5月14号,礼拜二 那么关于这个8889的最新进展呢 我们也向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我们收到这个 葡萄亚这个官方的一个邮件 那么说明了一下这个最新的变化 就是把这个流程啊 给大家列了起来 就是先去改密码 就是收到邮件后先去改密码 改了完密码 就说明已经进到新的系统里面 那进到新的系统里面呢 再去生成一个付款单 付完钱以后 就等着这个新的移民局啊 通过这个新的系统啊 去给你再发邮件 然后去递交新的文件 那么这个邮件里面呢 也会备注好你给你约好的时间 就给你约好直接去柜台啊 半居留的时间 这个呢可能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 就是苦苦的等待啊 终于有看到这个黎明了 那这里呢 邮件里也指出一点 就是很多人的递交时间 可能是在很久以前 那有些文件呢 已经过期了 比如说这个无罪双认证啊 之前是做双认证的 那现在呢 可能早就已经过期了 那我们需要重新办理 那目前办理呢 只需要办理这个海牙认证就可以 宝马街服务中心 这里可以代办中国无罪海牙认证 如果有需要的侨胞 可以找我们办理啊 这个办理的这个时效也是比较快的 当然你需要提前办理 如果收到邮件 缴完费就可以开始办理 这点呢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再次也分享给大家 那么另外呢 这些过期的居留 什么时候可以预约呢 到今天早上为止 我们还不清楚 所以都是在等待啊 像2024年4月跟5月过期的 大部分侨胞都是 还没有收到这个预约的短信 那能去EIN的柜台换的呢 就是零零星星的 有些碰硬去啊 直接过去问啊什么的 可能人家办事人员心情好 大发慈悲 给了我们一个位置啊 然后去换 换完了呢 也是等很久 三四个月 还不如在网上直接顶顶掉 因为网络上换呢 是直接进到这个葡萄牙移民局的系统 那那个就快 大概一个月就寄到卡了 那下半年换 下半年过期的 跟明年过期的侨胞呢 先不要问了啊 现在也不清楚 另外黄金卡的客户呢 更不要问了 啥消息都没有 真的 如果有消息 我们会及时的分享给大家 请大家关注我们这个频道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再见 如果您需要办理海牙认证 葡萄牙宝马街服务中心可以办理